收尿,接收孕妇的尿 朋友们大家好 对,你们没有听错呀 今天呢,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村里面呢 来了两个五十多岁的那个中年妇女 到我们村里面来收集孕妇的尿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呀 而且呢她每家每户会发一个就是那种小红筒 就是去装 我就问她收集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她就跟我说,她说有一个公司里面是要她收的 具体是干嘛 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不想告诉我 还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我也没有多问了 我就问她说这个尿有没有钱的 她说她一个月可以挣个两万多块钱 哇塞,我当场惊呆了 我说这么赚钱 而且呢,她说要是有孕妇的尿的话 一个月的话,她得二百块钱一个月是以低价收购 收到厂里面去 然后她一个月可以赚个两万块钱 我们村里面的就是有孕妇的也是非常的配合她 毕竟一个月就是有二百块钱呢 对于村里人来说也算是不少的收入 也都答应了给她 就是把这个尿接到那个桶里面呢 然后她到明天早上啊就会来收 她就把我们村里面还有这个十里八村的这个孕妇的尿 全部都接收过去了 她说她从早上五点钟就去收集 开一个三文车 然后到中午十二点的话就能把她收完 所以呢,她一天呢 只工作就是五六个小时的话 就可以赚个两万块钱一个月 非常的赚钱 咱们也不知道她这个尿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视频前的朋友们呢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啊 所以说呢 把它发出来啊 问一下你们 你们知道收这个孕妇尿到底有什么用吗 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收尿的 到底是干啥的